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颜料商的 自己要研磨 现在的都是县城的 现在还蛮好办的 以前这些全都是技术 现在不止县城 你们进去可能要学这个就学半天了 现在现成到什么程度 现成到 如果你们有兴趣到北京 你的孩子想考中央美容油画系 你要找那些好的生大班的工作室 然后一进去你就吓一跳 因为他们已经给你配好颜料了 中央美术学院第三工作室 颜料系 然后一个脸有多少个颜料 全部配好 然后告诉你 不用调颜色 你用15支笔 25笔 每个部位一笔 这个画就画出来了 当然了 先把造型画好 造型很容易啊 画照片嘛 对照片画 现在就是这样 现在都是这样的 现在到了这个程度了 所以我觉得绘画已死也是废的 每当我看到这种生大班和人们都这样画画的时候 我说画画真的好没意思 我们还不如去先聊喝茶 所以那个年代 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 就是他们是工匠 我们今天才说他们是伟大的艺术家 而且他们努力的要为贵族服务 而贵族怎么回事呢 贵族就是 尤其是佛罗伦沙时期的贵族 那些伟地奇家族的那些贵族们 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爱好 以了解古希腊的哲学和古希腊的数学为了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 他们争相的要互相比 看谁更了解 比如说欧几里德的集合学 整个上层贵族受到一个鼓励 如果你不懂数学 不懂几何学 不能确切理解毕达格拉斯所说的美在于和谐 在于一种数字 你居然不懂黄金分割率 你还有资格当贵族 结果有这样的原因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气氛以后 就有很多那些工匠们和专家们 他们就编这种书 编这种书 花种花 所以你们一定要理解 为什么四五世纪佛罗伦萨 比如说布鲁雷兰斯基和阿尔贝蒂 要把透视学玩下去 当然这里面也是为了结果 为什么呢 比如说布鲁雷兰斯基 他如何他解决一个接活的问题 什么接活问题 跟今天我们的状况其实一样的 竞争吗 当然竞争 竞争很激烈 而且竞争很激烈 而且竞争激烈还表现在一个问题上 这问题今天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的效果图画了如何 今天的效果图是全部电脑画的 90年代我们是手绘的 我手绘的 布鲁雷兰斯基 那个时候手绘的 大家都画得很好 那我如何才能比别人好呢 布鲁雷兰斯基 布鲁雷兰斯基告诉别人听 我为什么比别人好 因为我要告诉你 我在这个平面上所画的建筑 跟实物是一样的 这个一样 不是你看的是一样的 我告诉你 这是计算出来的 这就是同时 听准度跟那个写实程度都非常 也就是说布鲁雷兰斯基要告诉主顾 听这些主顾当然是 美帝奇加州的这种贵族 甚至教皇 或者各个教堂的那种重要的主教 给他们 但是他要告诉他们听 只有我这个徒子 是让你可以想象到实物 因为我这个徒子和实物是对等的 他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点真的是到现在都没变了 是 现在好的这种渲染的建筑效果图 他就是能接火 都是几万美金 甚至上百万美金 要做一条片出来 很夸张 一样的 就是要因为要接火 对 那个年代比如说布鲁雷兰斯基如此有名 但是他还有后来者跟他竞争 阿尔贝蒂就是他最重要的竞争者 不仅他 米克兰基罗也要竞争 米克兰斯基罗也去做建筑 米克兰斯基罗晚年接受了做那个美 他不是很讨人厌吗 踩锅剑 他怎能踩锅剑 他其实米克兰斯基罗也不是踩锅剑 我看了一下他传记很好玩 比如说米克兰斯基罗画那个著名的西石厅天庭画 其实米克兰斯基罗不喜欢画画 一方面他认为要是比画画很伟大 另外一方面他告诉画家听 你什么了不起 我一样画的好 但他其实不喜欢 他很喜欢跳大历史 他觉得是把石头里面的灵魂去放出来 但是他到了罗马 罗马教皇说那里就画这个天女孩 他愣着半天 但是他必须接下来 因为他不接这个活 后面的活就没有了 虽然这个收入回报没有他想象那么高 但是他还是接下来 努力了四年 冤声载道 觉得自己努力了那么久 到时候还是没有他如 他所如愿也没有接到钓锁剑 对 最后还是画了最后的审判 画了最后的审判 画了天女孩 但其实 这只是短期的 其实到后来 罗马教皇 还是把很好的项目给了他 因为美帝奇家族就出了几个教皇 对 所以美帝奇家族最后要委托 米卡拉基罗做他的墓园 做他的陵墓 对 而且这个陵墓不仅是雕塑 还包括建筑 对 结果米卡拉基罗设计建筑 然后建筑时尚 就只好认为米卡拉基罗的确是伟大的建筑家 因为 因为他改变了 唯一复兴盛期的 对于建筑的一个风格样式的规定 这个风格样式的规定 和 意大利 罗马的斗兽厂 密切相关 哦 是吗 对 因为斗兽厂有四层 第一层多利克注释 第二层 艾奥利亚注释 柯林斯注释 第三层艾奥利亚注释 第四层混沌注释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是因为 罗马的著名建筑家维特鲁威 在建筑时数里面说的很清楚 建筑风格的标志和建筑分期的标志就是注释 那么注释 就是 罗马斗兽厂是最完美的 因为第一层多利克 那是最早出现的 第二层 那个艾奥利亚 艾奥利亚还是克里斯 大家查查资料 但是后面出现的 在第三层 第一层混沌注释 那么 布鲁维埃斯基 阿尔贝蒂 他们要 福兴 古希那 古罗马的建筑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内容 就是注释 就围绕到注释 来设计平面 和设计楼层 这个火传到美克拉基罗那里 美克拉基罗这个人太厉害了 他就把柱子 从一楼上到二楼去了 就是说不是一 人家是一层一个柱子 他不是 他一个柱子 从一楼就上到二楼去了 建筑士把这个叫做巨人柱子 就是说 某种程度上来讲 16世纪的风格主义是从他开始的 这个是一种风格主义的 一种很早的概念 就是说他开始打破 一层楼一个柱子的概念 就是柱子没有了实际的 对 他从装置到往上走了 从装置到往上走了 往上走一条柱子带了两层楼 他这个 平面样式就很有意思 这个开启了16世纪的一个风气 所以米克拉基罗不仅是著名的建筑士 从这一点来讲 他还是有开创潮流的这种名声 所以 我们记住米克拉基罗是伟大的一所教的同事 所教就是他这个工件 他这个伟大的工件 他有一个工作室 领导的一帮打施工 领导的一帮工人 领导的一帮工程师 或者打工仔 那个年代我想在米克拉基罗那里做打工仔 虽然工作一定会很辛苦 收入可能还可以 其实 一般人对于艺术的判断呢 可能由于时尚的原因 我们总是从美学啊 审美啊精神啊 角度谈得多 但其实艺术是一个事实 对 很多人他首先还是从画本身出发 对 从作品本身出发 对 从风格本身 但是他 但其实形成这个画 它是个结果 他们他之前的一切行为 其实都是很重要 比如说这个 以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为例 那些艺术家 其实他们就是个接活的人 说的通俗的人 就接活的人 他们互相竞争 互相出方案 出方案就意味着 首先在方案上要 而且城市之间互相竞争 对 城市之间互相竞争 像威尼斯跟佛罗伦萨 跟罗马之间 像 像尼克兰基罗在佛罗伦萨 活气的不够多 就跑到罗马去 教皇喜欢纳费尔 纳费尔就很多种 其实像马撒乔 像乔多 他们都是为教会服务 那么 当我们这样描述这个事实的时候 排开这些伟大的风格艺术家 实际上我们要注意一个很简单的事实 就是 所有这些艺术 都是为某种宗教的公共空间服务 而在欧洲这样的国家 宗教生活就是公共生活 哦 是吗 对 宗教生活就是私人的范畴很小 对 即使是在贵族上 这是教堂 贵族就还有一个陵墓 但是 一到基督化在基督教国家 教堂就是堂 教堂就是埋葬最重要的圣人 或者主教 所以实际上 从基督教的教义来讲 每一座教会都是基督的一个身体 为什么人们要去教堂呢 就是因为我们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做工 做工 做工 就是做工作 这个是个基督教合合义本的一个说法 就是我们要去基督在我们身体里面做工 我们也要在教会里面做义工 所以呢 为什么我讲这点很重要呢 是因为艺术它跟一种生活方式很有关系 到了十七世纪 荷兰社会出现了最早一波的那种市民社会的萌营 才开始出现以荷兰为首的 伦布朗 卢本斯 这种非宗教的题材 这种非宗教的市民题材 绘画 维密人 为什么我讲这一点呢 是因为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个艺术事实 考察一种生活方式 好 我们讲中国 中国传统 尤其宋以后 尤其宋以后 原以后 宋元一大便了 所出现的我们今天所说的文人的化解 其实它是一种文人之间的交往方式 这个交往方式呢 中国的传统文人的交往 它其实也按了一种技术上的竞争 比如说看谁的这个古典试试的修养好 那就是属于我出上去离出下去 反应要快 是吧 潮池七步试就出来了 竹斗燃斗鸡 是吧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 书画 朋友来了 雅琪 今天我们说出来雅琪 书画 琴就是 琪就是 向下围琪 消遣一下精神 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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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但是书画很重要 因为书 中国传统社会 书法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是一个社会的一个象征 因为中国是个印刷国家 是个文读国家 在中国 私配这个社会地位的是一帮文人 这个概念很重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所有在传统社会 其实也影响到今天 为什么我们都强谈读书很重要 我们没有破解这个两个字的意思 其实两个字的意思 如果放在一个传统社会的构架里面 它只是说明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 所有中国 不管在传统社会还是今天 还是影响到今天 它的第一步是认知 所有人必须认知 不认知 那就是文盲 认知为什么 为了读书 所以 所有人进入社会的第一步是认知 认知的目标是要成为这个社会的阅读阶层 你只有成为这个社会的阅读阶层 你才跟这个社会的主流产生密切的关系 然后再往下一步走 你还要成为作家 你不仅是阅读者 你还是写作者 你要用你的写作去影响社会 你发现没有这个金字塔是这样的 认知 阅读阶层 写作阶层 最强的那个写作者就是皇帝呢 诏书呢 是吧 我们知道赵水一拿起来就下了话抖了 他也要写 对不对 好 认知 阅读 书写 这三个离不开一个东西 写字 在没有现代印刷的这种条件下 写字很重要 其实我们已经体会到了 比如说今天我在大学当老师 学生考试我就提醒学生 你们考试呢 这个卷子呢 你们要习清楚 字集要清楚 要有标点符号 不要前言不搭后语 要语句通顺 否则我看得很烦 一烦我先扣十分 特别是你们很多人都没有练过字 都是电脑出声打字 一写字写的鬼话符一样 只要写鬼话符 哪怕你再有思想 对不住我先扣十分到二十分 因为我看得很烦 你不在于写字是否写得好 也写清楚 写得不好就写慢一点 鬼话符我怎么看得懂 对 那么当我这样一讲的时候 你就知道在传统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认字 阅读写作 贯穿这个过程的是什么 书 所以书法不是个艺术 书法就是一个 标准 标准 你要成为 你要认字 那不仅要认字 还写书法 是要写端正 为什么 否则你不端正 你写的是谁看的 的确 否则你怎么能理解 永乐大帝编永乐大典 然后 朝廷文人的一个什么代照也好 什么鬼官也好 他的任务干嘛 抄 永乐大典是抄出来的 后来毁掉了剩下一些残卷了 其实似乎选手也是抄的 当年乾隆皇帝把似乎船都编完了 抄了七套 今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好像剩下四套 四套 抄了七套 抄啊 四套写得好小凯呀 那个小凯就是今天电脑字 在没有电脑的时候 你写不好这个字 你还当什么狗兵官呢 当外人很惨 就是写字 必须写字 从来就写字 所以呢 一见面 为什么我们要对古典诗诗 要有熟悉 互相开始耍大牌 我出一个上年 你出个下年 看你读的怎么样 读书了 是不是 反应呢 看你写的怎么样 然后一个传统文人 写篇策论 一篇文章 能够传遍天下 是不是 当年这个武则天 有人要反武则天 请诺比王写 讨伐武则天的讨伐书 试看今日之天下 试看今日之天下 试看今日之什么 尽是谁家之天下 我这样讲的意思呢 反过来 我们就理解书画 其实书画就是这个系统 然后就画画 然后就写字 书画考论你的书法 是不是很厉害 提款是不是很厉害 笔墨还画 对山水传统自然 这一套系统下来 所以 在某种意义上 中国传统文人画家 他为什么是业余画家 英文是amateur painter 其实都是西人的翻译 其实他们 从来没有一个专业概念 这是把玩的 文人叫做把玩 这什么东西的把玩 以什么载体 纸 所以纸很重要 中国最重视的是纸上的关系 什么东西不重要 雕塑不重要 所以 受到了西方艺术史的影响 我们就感慨 中国没有一部雕塑史 因为没有几个雕塑家留下来 而在西方艺术史 第一是建筑 第二是雕塑 第三才是会合 对不对 这三个下来 而中国呢 中国就说话 中国没有雕塑 其实我觉得中国没有雕塑家 但是很正确的 中国这种印刷大国 以纸张为最重要的文化品味载体的这么一个传统里边 标注干嘛重要 盖房子重要不重要 大不做小不做不重要 干嘛重要 就是那个东西重要 所以 著名的美术史家乌宏 有一篇文章 讨论到中国的踏片 嗯 就是所谓金石学 我觉得他 我看了那么多文章 我觉得他那篇文章真的很有才知 写得非常有意思 就讲了一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金石学 是宋代开始的 就是 李清照的老公赵明成开始 什么叫金石学呢 金石学就是收集的是传统的那些碑刻器皿上的那些文字和画把它踏下来 对不对 对 然后收集 乌宏提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以前我从来没看到有没有提到过 所以乌宏我觉得真的很有才知 他说 这个赵明成开创这个金石学渊源流长延续下来 成为一个大学文 所有文人 所有皇家的收藏 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踏片 对不对 踏片 但是你们想过一个问题没有 为什么说唐踏比宋踏好 宋踏比元踏好 元踏比明踏好 没有呢 是因为越往后 那个踏片就损坏了越多 嗯 因为踏了 那么你踏出来的湿针都就低 越来越模糊 对不对 所以我有一个明踏本 那肯定不如送踏本 因为送踏本的时候 那个踏片 那个碑石没有磨损吗 对 因为乌宏的问题很简单 那乌宏不开始就把碑石保留下来 对 没有人想过保留碑石 所以乌宏提醒我们说 金石学跟金没有关系 跟石头没有关系 它全要变成纸本 才能流传 文人重视的是那张纸 是那个踏片 我觉得乌宏这个 完全符合 加拿大 非常精彩的 传播学派的一个基本观点 就是多伦多大学五十年代著名的传播学教授伊丽丝 在他的这本重要的著作传播的篇下里面谈到的 就是传播技术决定知识形态 不仅传播技术决定知识形态 传播技术以及传播技术所形成的媒介决定文明的风格 文明的状态 我们的文明是被指决定的 文明是传播剧场